大家好 我是女子足球員王淑芬 你都是女子足球教練 你也可以叫我Miss Wong 大家好 我是馬澤順 可以叫我阿順 好 我先問你問題 你踢球多久 差不多10年左右 由16歲開始踢 嘩 你也很久 那你呢 我超過20年 20年以上 其他就別說了 你在哪裡學踢球 小時候和我弟弟在樓下的球地踢 開始我的足球 我是由你教出來的 當時車路士足球學校 第一次在樂府的南場 跟Miss Wong學踢球 好 那你踢球的時候 你遇到甚麼挑戰或困難呢 就沒有男生那麼好 男生可能有職業 日後練球 星期六日比賽 就沒有其他事做 但我們其實有很多事要教球 上班 上學 晚上才踢球 然後才比賽 我現在的挑戰就是 可能我怎樣帶領新的球員 或者我的年輕球員去享受這個比賽 或者怎樣提升他的經驗 說我踢球的時候 可能我香港隊的時候的挑戰會更加高 有甚麼困難 可能是如果我是足球員的時候 我踢球的時候 我可能自己怎樣應付體能上的東西 怎樣去加強 大部分的困難挑戰都是在於 如果我是教練的時候 就會怎樣提升 令到多些女子足球員可以被人發掘 希望多一些家長球迷支持 好 這個問題 你認為誰是香港最好的球員 如果我是女子足球員 其實很多我的朋友 隊友都是很好的 例如陳詠詩 我們香港隊隊長 張偉琦 她都有去過外國發展 劉夢瓶 其實很多好的女子足球員 我都覺得很欣賞 如果說到男子足球員 我就會覺得 林家偉、盧君義都是我的偶像 我接觸大部分都是女子足球員 其實在我一開始踢球 我自己第一個跟了MISS WONG 然後慢慢去到香港隊 又見識過很多其他不同的師姐 其實講我們的隊長陳詠詩 在體能上我覺得還是無人能敵 另外就是MISS WONG 我第一個跟她學踢球的教練 她除了自己踢球 踢得很好之外 其實她也給了很多心機 去教我們踢球 她也是教練 也是我的隊友 因為我中學開始接觸足球員 我自己其實很想看到 由小學每一個小朋友都可以接觸足球 令到香港踢球的人口越來越多 特別是女生 其實都跟她差不多 我希望女子足球員就多些 足球人口真的需要多些人 喜歡這個足球或者興趣 你課分也好 課職業也好 都希望多些人參與 另外也想多些女子足球員 去上一些教練班 去提升自己 幫助到累積的發展 我已誇過足球